从广州出发 两个半小时车程就能体验到桂林山水风光 最近刷到这么一个神仙地方 这里是阳春春湾石林 门票只需四十 是一个被几座大三围城的景区 刚进门就感觉不太对 果然四十只是门票钱 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需要额外付费 四个项目胜会七十 你知道要爬多高吗 你看玻璃站道在哪里 从山脚走楼梯到半山腰就来到了玻璃站道 全程很短只有六十米 从上面看到的几座大山 因为距离特别近还挺震撼的 可以在这个地方稍坐停留看看风景 下山有一条滑道 滑道两边的板子不太通透 没能感受到圆着陡峭的山崖滑落的感觉 这是我们刚才滑下来的滑梯吗 对啊 这样看好壮观 它两边那些玻璃太不透明了 就没那感觉 对啊 我感觉我就在一条塑料跑道里面滑下来 体验了以下二十年前的感觉 下山后到了第三个项目死光隧道 在门口号称网红打卡地感觉不太厉害 有空调耶 这里 等一下 可以可以 它换主题了 它至少有空调 还是刚刚开的 接着到了石林 这是一个由石灰岩形成的一片岩石群 人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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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包青天 星包青天 星包青天 走了 我看有些人发的照片就是春天这里是种满了花 然后坐在小火车上穿过滑田 到了最后一个付费项目 漂流船 还是跟玻璃站道一样要先爬上山 只能走上去了吧 交70块 70块 加上 加上门票 110 你要一下子冲上去不要休息越热 你要一下子冲上去不要休息越热 不要 我的天 他手上反而沒什麼事 就是下面鞋子跟褲子全濕 你發現什麼沒有 什麼 有發現什麼嗎 他們直接把我們划出景區了 這怎麼辦 就直接到停車場了 這怎麼辦 不知道 我是從這樣的 看不出來我剛划完嗎 我覺得這船的影衣也會全濕 他整個船裡面的裝 像個碗一樣裝滿的水盤 我泡在裡面了 然後他直接把我們划出了景區 所以現在我們要重新撿票進去 我們還沒有逛 最後到了龍公園 這裡不用額外付費 包含在一開始40元的門票內 好涼爽 我現在要關門了 好 謝謝 裡面的溶洞很長很大 洞內潮濕 不時能聽到地下河的流水聲 偶爾還會有幾隻蝙蝠 從你頭頂飛過 大自然回復神功的死損 中如時 與亂七八糟的五顏六色燈泡 造成一種非常強烈的視覺衝擊 在我們正要離開時才得知 六點後整個景區是免費開放的 或許對於我們這些遊客來說 這裡並不是一個很好 性價比很高的目的地 但是作為一個人民工人的話 這裡確實是一個非常舒適的地方 謝謝大家 我們 ir下一個鬥水,充電 我們會去洗澡 操作人員 我們都沒有用 。